慈大附中刚举办联合毕业典礼 其中有一位高中毕业生柯绍颖 录取了台大法律系 他从慈小直升到高中 发挥各项才华 也培养出热心助人安稳的性格 慈济科技大学罗文瑞校长为我们颁奖 我想高中正值青春 青春正是要勇于疯狂 才不为后生的初衷吧 毕业了获得精进勤学奖的柯绍颖 是慈中校刊的创办人 他们新的弄得比较多那个艺术的 别开顺面的感觉 在老师鼓励下创立校刊慈中后生 22个成员串起慈中人的文学之心 正式创刊然后创立一个IG 然后开始就是网络学校的 本校内外的粉丝 然后这是我设计的宣传照 埋在书海中然后受到知识 就是点亮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初衷 喜欢读书写作 绘画演讲 在团体中又乐于分享 是大家眼中的小太阳 文武兼备 就他不是只是自己好 他更希望共好 然后常常都笑细细的 就有一种魔力吧 他会让周遭的人 就是会 大家就会很喜欢亲近他 从此小到此中 少英喜欢慈激校园的 安静宽广 养成思考的习惯 因为美国一个有关堕胎 是否合法化的心跳法案 各方争议的观点 引发他对法律的兴趣 那当中我就对法律 这个是蛮有兴趣 就是他们有提到说 从什么法律来看 然后人是什么时候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就是这一类的论述 你觉得很有兴趣 所以那一个学期 我的公民探究 我就做了这个主题 坚定了志向 繁星入学 如愿申请上台大法律系 法律它有更多硬实力的培养 就是比较不容易被取代 如果我今天可以掌握 一个法律的专业知识 比如说我去当一个 国贸法的专家 那我就有一个 不能被取代的能力 带着市长满满的祝福 正面积极 实现他的梦想 大爱新闻 唐正军中江波花莲报道